他們怎麼做 不只是擔心他們可以做什麼 禱告 是 他們還不只禱告 我的爸爸媽媽在那段時間裡面呢 每次禮拜天早上七點多 然後就兩個人就開車 開去哪裡 到我妹妹的家 然後就去扣我妹妹的門 說來喔來去上主日學喔 就壓著兩個孫子孫女然後怎麼樣 就去上主日學這樣 你想我妹妹有沒有很開心啊 沒有好煩喔 怎麼這個 老媽媽老爸爸呢每次時間到了他們都還在睡覺喔 就已經來敲敲他們的門了這樣 但是呢我爸爸媽媽不管他們的臉色 不厭其煩 然後每一周就是這樣去敲他們的門 然後帶著孫子去上主日學 然後也帶著他的女兒去回到教會去 感謝神 現在兩位我的子子們 他的孫兒們都已經在教會當中 有很美好的主日學的服飾 那我的妹妹呢也已經當上教會的職士了喔 感謝神 所以這個努力有沒有用 阿公阿嬤加油 我們為了我們的兒女的幸福 我們可以來努力 而且神會使用我們的喔 在這裡呢我們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 我們不一定 不一定喔 我們的上一代他們都已經認識神了 所以我們不一定能夠出於敬虔的父母 但是 我非常有把握的是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我們都可以養育出敬虔的兒孫 阿妹嗎 因為有你 在聖經上也是這樣子說的喔 生命記五章九到十節 我們一起來念這一段 請 也不可侍奉他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世代 愛我守我賤命的 我必向他們發慈愛 直到 所以確實呢 有沉船 那個沉船呢 從血緣的沉船 事實上我們可以想像 當時從亞當夏娃他們犯了罪之後 我們有沒有在忍受亞當夏娃因為犯罪的苦果 到現在我們都還汗流滿面才能夠糊口是吧 那我們也在 在經歷這個生產之苦是吧 所以呢 確實有一些的罪是這樣子的 傳承下來 但是 有一個更棒的是 神的應許 神並不是要把 咒詛跟罪承傳下去 神是說 我 期待 我渴望 來停止這些的咒詛和罪 我期待的是祝福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說 這些因為罪 無論是 偶像 無論是 淫亂 無論是 殺人 留無辜人學罪的 或者是貪圖其他人財產的 無論怎麼樣的這個罪 恐怕都會一代一代的成傳 到幾代啊 會到三四代 但是 神有一個更 更 棒的期待 和祂的 祂的 祂的應許是 愛我 守我 借命的 我必向他們發 慈愛 到幾代啊 到幾代啊 所以 不會來不及的 當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你知道神給你的應許是要赤補你 和你的子孫 到幾代 但是你不要只是只是坐在這裡就可以得到千代的祝福喔 這裡有一個 有個應許 有個邀請 要求就是要怎麼樣 要愛神 要守神的 借命的 神說我必 向他們發慈愛 所以我也因為我的阿祖 阿祖是 阿祖很老 阿祖就是我阿公的 爸爸媽媽叫阿祖 阿祖 他們在那個時候信主 所以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我要告訴你 我從上一代 得到好大的祝福和恩寵 你們相信嗎 否則我就不會站在這裡了 我相信你的子子孫孫有很多人 他們會全職的來侍奉耶穌 他們是在神面前的敬拜者 他們也在神的面前得到尊榮 所以在這邊有告訴我們 但是面對我們家族當中的三世代 不要害怕 神這裡既然說了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在這裡 所謂的自己的罪 也認同性的 代表我和我家族的罪 這樣了解嗎 我有時候我們在為國家禱告的時候 我們也認同性的說 我和我的骨肉至親 我的同胞的罪 當我們有這樣的權柄 我們說我們若認自己 可能想想你的家庭當中 有一些的 你知道有一些咒詛是這樣嗎 這個家呢 他可能阿公的時候意外 到了第二代 還是會不斷的發生意外 到這一代 還是在發生意外 那我們說怎麼會這樣的 這樣是不是一個咒詛啊 那 也有人呢 是這個 這個疾病傳到下一代 又傳到下一代 那也有一種方式呢 是 透過 阿公的時候外遇 爸爸又外遇 然後到我這一代的時候 又有外遇的事情 婚姻不幸福 那無論怎麼樣 當我們感受到 在我們的家族當中 可能有這些因著上一代 上上一代 他們承傳下來的咒詛的時候 不要怕神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應許 當我們認了罪 上帝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怎麼樣 必要 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所以憑著信心 當我們想到 我們的家 好比說我們家可能發生了 淫亂的罪 我們就向神來祷告說 主啊赦免我 雖然你沒有喔 但是赦免我和我的家 我的阿公 他犯了淫亂的罪 求神赦免竭我們 也求神來切斷 從我的家族當中 所帶來的那一些的魂結 那一些影響 從我的生命當中 完全的怎麼樣 切斷 不是跟他們切斷關係 而是切斷 那個 咒詛所帶下來的影響 離開我們的身上 那麼當我在這一代切斷的時候 我的下一代 就不再去承受 這一些所 從咒詛所帶下來的 昆綁了 阿妹嗎 所以呢我們是有福的 因為從你坐在這裡的時候 神他已經預備要讓你和你的全家 要蒙受極大的祝福 直到千代 所以呢在聖經當中 有一位叫做提摩泰 提摩泰呢 他的媽媽是有信心的 保羅稱提摩泰說 他是一個 這個有信心的 的弟兄 但是那個信心從哪裡來 是從他的祖母 羅伊所帶下來的 羅伊然後到 尤尼基 尤尼基他的媽媽 所以呢尤尼基有信心是因為 他的媽媽羅伊 聽不懂 阿嬤 外婆 所以我們當中有好多敬錢的 外婆 像這幾天呢 我們在服侍那個余美姐的家 我真的看見他和這個 治國哥他們生命當中 好寶貴的見證 所以呢我們知道 這些呢 因為他們認識神 他們 回轉到神的面前 那麼他們在神的裡面呢 領受了極大的救恩 然後 這個信仰就一代傳給一代 我也聽到過 溫傑 溫傑在哪裡 他在樓下 今天在服侍青年 哇 他呢 在當時呢 媳婦在 在預備生產那段過程 他不斷的在神的面前的禱告 直到生產了之後 然後都 繼續的把這個信仰 帶到他的下一代 我相信 從許阿姨的身上 就已經領受了這個祝福 一代接一代接一代 是不是很有福 在黃爸爸黃媽媽 在每一位阿公阿嬤身上 我相信會不斷的看見這美好的見證 在我們教會當中 這是我們教會 極大的產業 阿妹嗎 信主 信主的家庭 愛主的家庭 遵守神 建命的家庭 這是 天母感恩堂極大的產業 我相信神會透過這個 來祝福我們下一代 下下代的子孫 阿妹嗎 阿妹就要有信心的阿妹 你就要告訴 你就要來宣告說 那個 敬錢的產業要從我而出 不管你有沒有生孩子了 不管你是不是已經結婚了 舉起你的手 舉起你的右手來宣告說 敬錢的產業要從我而出 我希望你每天都這樣來宣告 然後你看到你的孩子不敬錢的時候 不要擔心 不要害怕 因為你已經宣告了 敬錢的產業要從你而出 阿妹嗎 所以呢神會負責的 我們就這樣宣告 這樣相信神 好我們來看 今天呢 我們講的是體貼父的心 我想每一位阿公阿嬤 最高興的一件事情 不曉得是什麼 有時候阿公阿嬤 因為阿公阿嬤的孩子 可能都還很小 所以阿公阿嬤大概也不會 不會 不會是期待說 我的孫子給我多少錢來花 這雖然很好 但是 有一些可能比這個更好的 就是我的孫女呢 今天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竟然會幫我拿拖鞋給我穿耶 阿嬤有沒有很高興 就很高興了 或者跑過來呢 就是抱抱阿嬤親親阿嬤親親阿公 阿公阿嬤就開心的不得了 他們要的不多 他們要的就是這個孩子能夠貼他的心 我好喜歡這個圖畫 我不曉得你喜不喜歡 一個爸爸在他的後面 載著他的孩子 不知道男生女生 是女兒可能是兒子 那麼他就坐在貼在爸爸的胸懷裡面 然後呢還可以放什麼 那個風車喔 代表他們怎麼樣享受在彼此的溫暖當中 我相信爸爸也很享受這個溫暖 我相信那個孩子也很享受爸爸的同在 他們就一起要往一個地方去 而這個男士 我相信也代表的是天父阿嬤的心 這是一個態度 天父阿嬤 他希望我們能夠緊緊的靠在他的胸懷 在人生的大陸上 一步也不離開的 緊緊的跟從他 爸爸天父爸爸他會帶領 你看到很多人生當中不同的景象 他可能在這裡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綠嬰大道 但是也可能經過食印幽谷 但是可能也經過一個曠野 經過一個獅子坑口 但是他也可能來到一個 非常繁華的市集 但是無論怎麼樣的情況 我們就坐在阿嬤他的車上 緊緊的靠著他 今天我希望你能夠記下 這幅圖畫 在我們的人生的每一個景觀裡面 阿嬤父 他要告訴你的就是 孩子不怕 我與你同在 我帶著你 緊緊的跟著我 緊緊的跟著我 我們來念詩篇 我們來念一段神的話 一起 來 請 請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談情稱讚你 我的心啊 為何 憂悶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 因我還要稱讚祂 祂是我臉上的光榮 是我的神 今天呢 我們都是家人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有一個想法 我們把敬拜 當作是一種 很屬靈的事情 這是好 因為我們的神是極偉大 其餘只要我們來遵從祂的 但是 今天 當我們來到天母感恩堂 坐在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你是坐在阿嬤父的客廳嗎 如果你坐在阿嬤父的客廳 那位坐在這裡的阿嬤 他是用什麼樣的表情來看你 哇 在這裡說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 你知道當你今天呢 早上遇到很多的困難 遇到很多的 挑戰吧 有嗎 今天早上有挑戰的 你舉一下手好嗎 你到來這裡之前 你遇到了一些挑戰的 我今天也遇到了 哇 有 你一定有你的故事 有人是孩子生病的掙扎 我到底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借口不來一下 有人 我今天呢 預備搭車 胡牧師呢就把我送來 送到公車戰牌 然後為我祝福祷告了 結果呢 今天的那班公車竟然沒開 但是那個公車離其他的公車戰牌非常的遠 所以我又飛奔到了其他的 大概 離很遠的那個 走了大概 八分鐘的地方 然後 哇 那個地方呢 為什麼主日 主日的公車特別少 希望跟台北市政府講一下 有個主日敬拜專車好不好 能夠為我們這些基督徒 我才發現主日真的很難搭車這樣子 所以在那邊很折騰 後來發現我的那個 那個台北等公車啊 平常都很準的 今天通常不準了 所有的時間呢 都是 一百五十幾分鐘才會到 天啊 一百五十幾分鐘 天目感恩堂已經開始了 那我就很著急 後來呢 有一個鈴聲突然響了 叮噹叮噹 我一看 原來呢 是我有一個裝置 叫做 公車來的五分鐘前 他會響 雖然那班267公車 他告訴我說 他還有四十幾分鐘會到 但是在叮噹叮噹 他說五分鐘會到的那個響 竟然響了 我要不要相信他 很難相信 我就預備要走了 這樣子 剛好要走的時候 然後我竟然看到267 就從我前面飛過去 我又趕快飛奔啊 然後又去把267追到了 終於上車了這樣子 所以呢 今天我也遇到很大的考驗 終於奔到我最 喜樂的神面前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今天你可能從各樣的挑戰 也許從一個艱難 也許從一個試探或試煙當中 但是無論怎麼樣 我們今天都來到 我最喜樂的阿發父神的面前 阿妹嗎 所以呢 當我們彈琴稱讚他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很開心 因為阿發父是很開心的 就像 每次當你來到教會 聚會的時候 我們帶著一種心情 那就是參群喔 在本貴年期中 過年的時候 那麼 我的 我的爸爸媽媽 或者你的公公婆婆 他就在家裡呢 終於等到了過年了 然後他怎麼樣 預備了豐盛的宴席 辦桌 辦桌 要幹嘛 要來等待他的兒孫們 開開心心的 從 可能從世界各地 可能從台灣的各個角落 然後就在除夕夜的時候 圍爐在那邊 你想爸爸媽媽心有沒有很開心 爸爸媽媽來 不需要你帶什麼禮物 只要看到 我真的越老越感覺到 這件事情的真實 我真的不需要什麼 只要我看到我的孩子們 我的孫子們 平平安安 快快樂樂的 哇 從各個地方 今天圍坐在這裡 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他們的心 就開心得不得了 你知道這是天父的心嗎 所以 當你坐在這裡的時候 告訴自己說 天父爸爸因為我坐在這裡 很開心 天父爸爸因為你坐在這裡 怎麼樣 很開心 他不會告訴你說 我的兒子永樂 你剛剛唱的那個歌唱的不準 他不是這樣看的 他看到你願意開心的向他唱歌 他就怎麼樣 很 開心 在我們每次 我們家族在過年的時候啊 然後呢都會有個節目 當時是為了要來娛樂我的阿公 現在我的阿公當然過世了 為了娛樂我的阿公 所以每個家族都要預備什麼 預備那個餘性節目 有的人呢 就 就會彈琴 有的人會拉小提琴 有人會唱歌 有人會講笑話 不會唱歌的也會講笑話 但是呢 有的人唱歌實在是難聽的 不得了 但是我的阿公沒有牙齒 還是笑得很開心 因為那是他的孫子在唱歌 這樣了解嗎 比鳳飛飛還棒 了解嗎 因為那是他的孫子在唱歌這樣 那我們的家呢 常常因為我們家有平埔組的傳統 我們常會唱一些台語的歌 然後呢就全家連阿公 連爸爸媽媽我們就會 大家都會站起來然後就跳舞 然後就唱著一首歌叫 主是葡萄酒 蘭農是 唱歌 唱歌 連地 葡萄酒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主是葡萄樹 我們是枝子 枝子連於 葡萄樹 然後呢我們在那邊跳舞唱歌的時候 然後我的阿公就開心得不得了 而且這也表明了我們的信仰 我們就好像是 枝子連在葡萄樹一樣 了解嗎 所以當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當我們每次聽到主日崇拜的時候 不要把它當作是一種負擔 一種責任 事實上 那是一個宴席 那是一個歡慶 因為我們在這個禮拜 無論遇到多少的事情 但是感謝神 我們得勝了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在這裡 你們有被抓去關 你也沒有這時候躺在醫院裡面 你平平安的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勝過了 我們生命生活當中 一些挑戰跟困難 所以我們今天回來了 回到阿爸父的面前來了 阿妹嗎 我要在敬拜有一段講的非常的 寶貴的是在約翰福音 我們仍然念這段情 耶穌說 婦人 你當信我 時候將到 你們拜父 也不在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呢 時候將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 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 拜他 神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 必須用心靈 和誠實 在這裡 我們知道神 他是個靈 所以 他的 被敬拜的模式 跟 其他我們所想像的不一樣 我們需要用的是 我們的靈 和誠實 代表真理 我們需要在真理中敬拜 我們也需要用我們的心靈 來敬拜他 我們太多了 從過去的模式 歷史的模式當中 我在長老會長大 我不是 我覺得有得到很多的祝福 但是長老會的 模式呢 我們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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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站起來 然後都唱了一首詩歌 請坐下 請坐下 但是在我兒童的時候 我並不曉得 那個靈拜當中的意義 我只知道說 我們一切都要照著 疑文來走 疑文叫我們做什麼 那我心中對神 我只有一個念頭 那個念頭很寶貴 帶領我到如今 但是神不只是這樣 那個念頭 就是 我對神 要敬畏 要虔誠 要恭敬 這是我從我過去的信仰當中 所帶下來的 但是在這裡 神告訴我們說 不只是這樣 因為神說我們要用 我們的 真理來敬拜祂 也要用我們的什麼 心靈 你不要想說 我又摸不到我的靈 我的靈到底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 神經告訴我們說 你要盡心 盡信 敬意 盡力 來愛主你的上帝 這樣做就對了 所以 每當你來敬拜祂 包括現在 你都知道神在這裡 與我們同做喜 我們就是愛祂 就是愛祂 那就對了 你可以用各樣的方式來愛祂 只要不違背真理 你不能說 主啊 因為我很愛你 所以呢 我要殺一個人獻祭 這就不合什麼 真理 這就不合真理 不需要殺一個人 不需要殺一個人 你不能夠說 因為你愛祂 而做一些你覺得 那是違背真理的事情 在真理當中 聖經 在詩篇告訴我們說 我可以彈琴 我可以跳舞 我可以拍掌 我可以什麼 可以呼喊 來敬拜神 所以這合不合真理啊 我們過去 可能被怡文綁住了說 我記得我從阿公阿嬤傳承到現在 只有一種方式 就是 起立唱歌 坐下 聽到 起立上歌 然後還有奉獻 但是 在神的家中 我想你不會到阿公的家裡面 的客廳裡面 你只坐在這裡 因為阿公沒有叫你站起來 所以你不敢站起來 你可以患患患患的跑去上廁所 你可以患患患的打開冰箱去吃阿公家裡面 的那個巧克力蛋糕 是嗎 因為這是在誰的家 在阿公的家裡面 所以我們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拜他 在這裡我們也 也看到的就是 父 他在尋找敬拜者 我們在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被神尋回來的 所以 你是被神尋見的敬拜者 我們用真理 我們也 歡歡喜喜的在自由的當中 用我們的心靈 來敬拜他 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詩篇四三篇第三節說 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實 好引導我 帶我到你的聖山 到你的居所 這邊講到的亮光和真實 還記得剛剛我們講到說 用心靈和誠實嗎 誠實代表的是真理 在這裡這個真實 也代表在真理 所以我們求神說 發出他真理的光 發出他真理的光 好引導我 帶我回到你的聖山 你的居所 有時候我們想 我們會從那個聖經的 那個詞句裡面想 聖山代表的是什麼 神的居所是什麼 確實在詩篇九十篇 第一節說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們的居所 事實上 我要用一個很簡單的 讓大家知道 神在哪裡 那裡 就是神的居所 而那個地方 也是我們世世代代的居所 神同在在那裡 那就是我們的家 所以今天 神通過這句話 他在告訴我們的就是 求主發出真理的亮光 引導 帶領我們回到父的家 哎呦不要想說 是不是將來 有一天到天堂的時候 叫做回到父的家 No 神他實實在 他是無所不在 他是與我們同在的 當我們在哪裡敬拜他 神就在那個地方 與我們同在 所以讓我想到的 就是浪子回頭的故事 我不曉得 你現在呢 是已經在父的家中了 或者像浪子一樣 浪子他有他的家 但是當時 因著他心中的期待 跟野心 所以呢 他跟爸爸要了他的 財產之後 然後就 去到外面 當然我們知道結局呢 就是 花光了之後呢 還跟豬一起搶吃的 請問他身體臭不臭啊 臭 那麼那個父親在做什麼 那個父親 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 日日夜夜的 守望在那邊說 孩子 我要你回家 我相信這個心情 只要你有一個孩子 你可以體會 什麼時候 孩子 但是還沒回來 我總是會點著一盞燈 等待他回來 即使我睡了 我家客廳的那閃燈 永遠都是亮的 為了就是要讓這位浪子 他能夠順利的找到回家的路 那麼這位爸爸 當他遠遠的看到這位浪子 回來的時候 他是等在那邊預備拿一棍棒棍來打他嗎 或者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他敞開了他的懷抱 為了要來抱住那位臭不臭啊 你要不要抱他 但是他完全都不忌諱的就抱住了他的兒子 我想你曾經有過兒子或女兒 走失的經驗嗎 多少都有一點這樣的經驗 所以當你的兒子你的女兒你的孫子 不見了在百貨公司不見了 然後你已經想到最早的狀況可能被綁架了 可能怎麼樣了 但是呢終於廣播 廣播說那個誰啊 那個 那個乙樂 因為乙琳大概比較不會這樣 乙樂 請到你的奶奶在找你 乙樂請到那個服務台 哇當我們看到小乙樂終於出現的時候 爸爸會怎麼樣 一邊不知道不知道也許還是會打他 除非三年不見了可能你會抱他 如果三個三十分鐘不見了 真的還是會蠻生氣 但是爸爸在那邊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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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孩子回來的時候擁抱他親吻他 這就是我們的爸爸 這就是我們天上的爸爸 無論你現在的景況在哪裡 我們可能我們人坐在這裡 但是我的心是否已經回家了 神在呼喚說孩子回家 還記得這首歌嗎 你們會唱嗎 我來聽我們一起來唱好了 好 親愛耶穌 我感謝你來到這世界 給我盼望給我一個永恆的禮想 親愛天父親身喚我回到他面前 不再流浪我看到家裡光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恆愛的家 喜樂充滿我的心 我不就讚美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恆愛的家 天父張開 愛的雙倍 我一生屬於他 我希望給你一分鐘你把你的手按手在你的胸口 告訴阿爸 說阿爸 我願意回家 甚至我不知道我現在在人生而來的路徑 也許你覺得你走得很好 但是你確實是走在神的旨意當中 進入到神的同在嗎 也許你很孤單 徬徨 也許你落在一個試探和危險的當中 但是無論什麼時刻 我求神把一個畫面給你 讓你看到 阿爸父無時無刻 他張開他的雙手 他點著燈 他要引導你回到他的家 主啊 無論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 現在 我們渴望 我們願意回到 你的懷抱中 因為你是不經意發怒 不永遠責備的神 因為你是滿有慈愛的神 我曾經與你立約 你沒有忘記我們的約定 所以你永遠守候 要來懷抱我們 要來安慰 和鼓勵我們 阿爸父 我們回來 回到你的家 阿爸父謝謝你 開心地張開你的雙臂 要來擁抱我 你要賜給我新的力量 你要賜給我新的盼望 你要賜給我新鮮 和豐盛的祝福 我們領受 感謝 將得到奉主耶穌的你 阿妹 好我們來念這一段 來 敬拜者 就是那些 渴望與神 建立真實親密 歡心的人 所以什麼叫做敬拜者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在那個 約翰福音的 那位 那位 那位在 那個 撒瑪利亞 雅各井邊的那個婦人 他遇見了耶穌 他終於呢 遇見了弥賽亞 那麼 他原來不認識神 但是當他認識神時候 他就渴望 能夠把 認識的弥賽亞 傳給其他的人 那什麼是敬拜者呢 剛剛我們講 敬拜者是用心靈和誠實 來敬拜 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父 但是在這裡我想要用一個更簡單的名字 什麼叫做敬拜者 神在尋找那些什麼 渴望 跟他建立 真實和親密關係的人 我們叫神 我們剛剛說回家了 我跟你講 爸爸們 有時候呢 爸爸 很開心喔 然後呢 他今天要回家的路上呢 看到 我媽要吃的蚵仔針 我就拿著 然後看著我的小孩喜歡的那個什麼 什麼樂高玩具 我想到我今天呢 要買樂高玩具給我的兒子 哇這個爸爸很開心 戴著蚵仔針 戴著樂高玩具 然後就回到家了 然後爸爸說 叮咚 我回來了 老婆 我帶了什麼 他說我們吃飽了 你幹嘛 這樣 然後呢 兒子呢 他說爸爸 不要吵我不要吵我 我現在正在打電動 沒有人理他 爸爸 你有沒有曾經這種心情過 沒有人要吵我而已 還有一種可能是媽媽耶 你呢今天 終於呢 有好的精神 然後呢 你就煮了一頓 豐盛的晚餐 六菜一湯 煮了 好了 擺在那邊 從六點 等到七點 等到八點 等到九點 還要等嗎 然後就傷心的 把你的菜飯怎麼樣 收回冰箱 你知道那個失落嗎 我們的爸爸 天上的爸爸 他經常 為你預備了很多豐盛的菜宴 但是呢 我們 沒有時間去理他 我們沒有時間跟他在一起 我們傷了爸爸的心 今天爸爸再一次告訴你說 什麼叫做敬拜者 就是那個渴慕真實跟他建立親密關係的人 曾經有一個 有一個爸爸 他跟他的女兒 從小 關係特別好 但是後來 女兒呢就上了大學 到了別的地方去求學 然後呢 在美國呢 都有那個聖誕假期 這個爸爸呢 就跟女兒約了說 聖誕假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跟你在一起 終於 女兒說好 然後終於呢 在一年 好不容易有機會的聖誕假 終於他們約了 在一個 河邊的小屋 在那個地方 爸爸 跟女兒快樂的相聚 但是很奇怪喔 爸爸 去到那個小屋 女兒進到小屋之後 女兒 就把他自己的房門關起來 讓爸爸一個人在 小客廳裡面等 爸爸奇怪啊 這個女兒到底要幹嘛 去敲女兒的房門 爸爸 女兒說 爸爸等一下 終於呢 在第一天 早餐午餐晚餐 女兒吃了之後 又進去了 到了第二天 早餐午餐晚餐 又進去了 爸爸就 很懷疑也很傷心 很失落 第三天就要離開了啊 終於到了第三天 看到女兒燦爛的 從他的小房間裡面 就出來了 從他的背後 他拿了 一件 他勾好的圍巾 他說爸爸 我幫你織了一件圍巾 掛在爸爸的脖子上 親了爸爸一下說 爸爸我好愛你 爸爸 你有沒有很開心 爸爸說 女兒 謝謝你給我的圍巾 但是你知道嗎 我更想要的 就是 在這幾天 你能夠開開心心地 跟我在一起 我要的就是 跟你在一起 但是 我們回想到 我們跟阿爸父的關係 爸爸要的是什麼 我們可能用了很多的方式 想要 來完成 很明白 但是 我們的心 卻沒有貼著他 卻沒有跟他在一起 我們可能很用力的 把我們的歌都唱好了 或者我們努力的要去完成一個目標跟計劃 為了要讓爸爸高興 原來啊 爸爸他說 我最想要的 就是跟你在一起 這不是也是我們地上爸爸媽媽的寫照嗎 阿公阿嬤 是不是這樣 你要的真的不多耶 我就是希望我的兒孫 能夠經常地 想到我 打個電話給我 我們可以好好的聊天 有時候我媽真的還蠻煩的 因為我只要預備好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預備有一個小時 我不能做別的事情 因為媽媽會跟我講一個小時 沒完沒了的講 要不要聽 所以呢 我總是要有個清新時刻 預備那個一個小時 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時間 無論他講什麼 我都 我可能一邊刷牙 一邊在打電腦 我還是要努力的聽 哎 姐姐不要回去告訴我媽媽這件事情 好 來 我們就來看下去 我們再來念一次 敬拜就是 敬拜者就是什麼 那些渴望 與神 建立真實 親密關係的人 好 詩篇四 三篇第四節 我們再一次來念來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 我的神 我要 今天你來這裡真的是有福 因為我的講道呢 是一個 女人的講道模式 所以不會以金解金喔 今天呢 我要講很多的故事 你們想聽故事嗎 想啊 這個故事是我的故事 好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然後二十四歲 我就當師母了 這是一個不幸的開始 還是一個祝福的開始 所以你們要疼師母好嗎 那在我二十四歲 真的什麼到 但我那時候就是有個心 我知道上帝拣選我 那我就 我就成為師母了 那我也跟你們講過說 因為我是學音樂的 所以我期望 能夠成為一個 完美的師母 你知道我 一講到完美 你們就知道說 你差嗎 因為不可能完美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只要有一個師母 她很厲害 她呢 會煮飯 然後我就學著去煮飯 事實上我也可以煮 但是有 因為我還要帶敬拜 那所以 有時候呢 我看到一個師母很厲害 她會拍拍一個人 然後就說出那個安慰 禱告的話語 我說這些都很棒 我要通通要把它學起來 那就學得怎麼樣 似不像 但是呢 我覺得我好努力喔 努力的做什麼 去討好我每個會友 噓 這個不要 不要告訴以前我的會友 但是我真的好努力 直到後來有一件事情 它傷了我的心 就是 當我那麼努力的去討好 我的姐妹們 但是我 我聽到 姐妹們 講了我很多 我哪裡做不好 哪裡做不好 一個完美主義者 最怕的就是聽到 我哪裡做不好 因為我的 我的個性和態度就是 在你們都還沒有看到 到哪裡不好之前 我已經怎麼樣 先通通把它處理好了 所以你們看到了 通通都是好的 所以這樣的人生苦不苦啊 嘿 你可以告訴自己說 我不需要那麼完美 但是神愛我 你跟自己講啊 講一下 我不需要那麼完美 但是神愛我 我雖然知道 理性知道 但是我裡面有個很強烈的企圖性 我就是要做這樣子的師母 所以我很努力 直到那時候 我確實 非常的失落 是因為 我的姐妹們 他們不單 講了我一些不好的地方 而且還不斷的傳言 告訴別人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到那個時候 每次我看到一個 人 我原來單純的想愛他 到後來 我不曉得怎麼樣去愛人 因為我發現我只要一伸手 別人就受傷 或者我一伸手 事實上 當我後來明白屬林征戰 我知道 那個是仇敵的火箭 我的姐妹們 他們沒有惡意 但是 當時因為仇敵 夾在中間 所以當任何他講的話 我就會誤會他 我講的話 他們就會誤會我 是因為仇敵的火箭的攻擊 所以我們就不斷的受傷 他們也受傷 我也受傷 上到一個地方 幾乎 無可救藥 我不曉得怎麼樣活下去 因為我天天 就在教會的裡面 我要怎麼樣活下去呢 就在那個最苦的時候 那 當然喔 我的老公 那時候還年輕 還氣盛嘛 當我回去跟他哭訴說 那個姐妹說了話 傷心的時候 他說是誰 我去找他算帳 OK 然後趕快把他拉住 不可以 現在胡牧師不會這樣子 然後 真的是 所以我就 變得五月不敢講 我一個人都被很痛苦的時候 我當然就回到神的面前 神就給我這句話 神說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神那裡 神啊我的神 我要怎麼樣 談情 稱讚你 在那個時候 我確實 在20歲的時候 神就呼召我 成為一位敬拜者 神那時候 我跟祂的約定是說 如果你怎麼樣 我就一生用音樂侍奉你 後來呢 我果然呢 在我的音樂比賽當中得名了 那 那如同我所說的 我應當要用音樂來侍奉神 只是在那忙碌的師母的 的生涯裡面 我沒有時間回到談情敬拜的那個領域 每次的談情 都只是為了服事 但是當那時候神這樣跟我說 我就跟祂摔跤 我說我沒有辦法 我這時候心情痛苦到我沒有辦法談情 但是 神仍然不厭煩的告訴我 祂沒有停止的告訴我這件事情 後來我就決定 說好 那我既然要做 我就每一天早上四個小時 談到中午 我就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坐在請的前面 談情 承受神 二十年前 二十幾年前 那我就開始 真的就這樣每天在那邊做 你覺得 有沒有很享受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贊成 沒有的舉手 贊成有的舉手 很享受的 你們都答錯了 痛苦的不得了 你知道嗎 一個沒輸入 什麼都不做 只坐在那邊談情 如坐征戰 人家期待的師母 我相信天母的反堂不是這樣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 師母你要做什麼 我相信 那時候他們會期待的是 師母啊 你應該要去探訪啊 師母啊 你應該要去做這個 你應該做那個 你怎麼會只坐在請的前面 自己在那邊享受呢 但是呢 我跟沈約定了 所以我如坐征戰的在那邊 第二個 當時也沒敬拜讚美啊 我也不曉得彈什麼歌啊 就從頭彈到尾 然後呢 彈得很無聊 還要做什麼 彈到那邊挖鼻孔 就算無聊的意思就對了 我還是繼續在那邊彈 但是因為我記得我跟沈的約定 所以呢我就持續的 坐在那邊 還好 有一本書 他救了我 那本書是 傑克海福德 他說敬拜的大人 大概類似那種書 當我看到他的書 那位 美國的牧師 傑克海福德 他說啊 有一天 他就在教會當中 在那邊敬拜敬拜敬拜 完了之後他一轉頭 哇 教會 充滿了煙韻 他知道那是沈同在的煙韻 之後 發生了一件事情 教會就倍增了 哇 我抓住了那句話 我說 主啊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要把我放在這裡 原來 我不是要 去傳福音或者是什麼教來備徵的 原來你要我坐在這邊談琴 尊重你 就是要讓我們教會備徵喔 好高興喔 如果呢 別人不知道 我總是自己知道 所以我就帶著這樣盼望 我就繼續的 有點動力的 就在那邊談琴 神就叫我談琴 有時候很苦 談得不知道幹嘛的時候 啊 但是呢 一回頭 看到 我的右邊 好像有一個剛剛的你看到的那個 像老父親的那個形象的 我在衣像當中 我就看到一個老父親 就坐在我旁邊 他說 我喜歡 我喜歡 好像是那老公公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就坐在那邊說 我喜歡 那我就為了 主啊你說你喜歡 我就繼續的談下去 但是我心中的期待就是 教會要復興耶 我這樣談下去 透過敬拜 借著敬拜教會可以復興 我就在滿懷期待在那邊談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有一天 我仍然在那邊談琴的時候 神的靈就來造訪我 我聽見神在我的心中 他就問我一件事情 你說小玉 如果你在這裡談琴 教會沒有因為這樣而復興 沒有 你願意為了愛我 來敬拜我嗎 你們猜我願意嗎 你們猜我願意為了愛神來敬拜祂嗎 我說我沒辦法 因為我已經半年 我心中的期待 就是 藉著敬拜 教會 復興 但是 當我跟神摔跤 神就摔掉了我的企圖心 我就想 我說 主啊 幾或不敢 我願意只是為了愛祢 來敬拜祂 感謝神 果然 那個教會 到那個時候都沒有復興 我希望祂復興 今天胡牧師就是回到那個教會去 我希望祂復興 但是不是用我的方法 神要的 祂在尋找 一個敬拜者 那個動機 也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愛祂 所以 我就開始 調整 我在彈琴當中的那個眼目 我就開始 在彈琴的時候 學會注視耶穌 學會愛耶穌 學會享受跟祂的同在 而當那個時期過去 我發現有一些事情改變了 就是 有人說 師母 我怎麼覺得你彈琴不一樣呢 以前有很多技巧 現在聽到的是有意志的聲音 有意志的恩高 然後更棒的 就是 當我開始 回到以前 當我看到 我就感覺到害怕 感覺到受傷的姊妹 或者一些的 對象的面前 我發現 我很愛他們耶 好像我自己成為一個導管 讓神的愛 可以從我的裡面 流暢出去 有個東西不一樣了 就是 當我開始知道 原來 敬拜的本質就是愛 敬拜 不是只有彈琴 敬拜 也不是只有唱歌 敬拜是生命 敬拜是生活 意思就是 在你生活的當中 那個每個與神相遇的那個經歷 你都可以降伏 你都可以為了愛祂 你扶下來 這是敬拜 一次我開始學習 去服侍那些最小的孩子 我心中 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 因為我愛神 神喜歡我去愛他們 我就去愛他們 我有時候 在教會掃廁所 但是我回到那個點 就是因為我愛神 所以我去做這件事情 於是我開始操練 每個動機 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求神給我一個純權的動機 我求神給我一個純權的動機 我們剛剛一直在想到說 阿爸父喜歡的 我們為了愛他去做 那怎麼是神所喜悅的呢 羅馬書我們一起來念琴 我以神的慈悲 神的身體 現象當作什麼 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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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你也可能像那個火雞啊 哎呀不得了 這個真糟糕 我們的火雞啊 他到那兒去了 了解 了解你的意思嗎 因為你是活祭 所以呢 當我們剛剛說 我就到神的祭壇 當你獻上了 你會不會跳下來 死祭就不會 活祭會不會 會不會 當我今天很開心的 我就上去 但是呢 主啊 主啊 對不起 我下來三十分鐘 因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辦 然後呢去 去那邊 破腹罵天晚上 然後再回來 主啊 我再一次的換染獻祭 不可能 神說的 我們要獻給神 完全的獻上 但是因為我們確實我們是活祭 我們有我們自由意志 所以敬拜 就是要幫助我們那個自由意志 可以完全的 降伏 神說這樣 降伏自由意志的敬拜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每當 我 你說那個降伏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要以為說 就是每次敬拜的時候 我整個人撒地 你可能整個人撒地 還在算說 這個地毯當中 怎麼會有蟑螂 螞蟻在那邊跑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一定是那個態度跟動作 而是你的心 而是你的心 你什麼叫做降伏呢 當你今天呢 因為你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 或者你被你的婆婆或者你們吵架了 然後你就拿著包袱說 我準備 離家 離家出走 請問我們在座有沒有人離家出走過 唉唷 對齁 大家應該都不敢舉手 有沒有 預備離家出走的 心情過 有沒有 有啦 劍樓有一次啦 那就在這邊 劍樓你怎麼還在 他說 哎呀 家裡太吵了 我在這邊 開心的吹著我的場地 那個不是離家出走 但是確實我們就會 離開家 我常常 以前 在孩子很小的時候 那我們在婚姻的事情 不過來的時候 我真的呢 把包袱 寬寬的 準備要出去 事實上我氣到 連包袱都沒有寬 出去了 就出去了 這樣 但是呢 當我走 每次走不到 五公尺 我就感覺到神拍拍我說 孩子 回家 神就拍拍我說 回家 我說 主說我知道 讓我來處理 回家 然後主說了要不要聽 這叫做敬拜 但是你如果不聽 你記得往前走 這叫不叫敬拜 這叫悖逆 敬拜的相反 這叫悖逆 所以當神跟你邀請了一件事情 我們很困難喔 去愛你不能愛的人 去愛那些讓你覺得受盡屈辱 跟痛苦的人 但是你還是 為了神的緣故 然後你回轉 你不但是回了你的家 你也回到了父的懷中 我就百分之百的看到 每一次 神怎麼樣去改變 神怎麼樣去祝福 那個破裂不可能的關係 Hallelujah 我們的神真是很棒 所以在這裡講到說 教你們參願而為神 善良 存權 可喜為神 請問神的旨意是什麼樣的旨意 我記得每次胡牧師在這裡 他問你們的時候 你們都答得很快啊 請問神的旨意是 可喜悅的旨意 可喜悅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好的 是完全的 而且是叫我們也喜樂 神也喜樂的旨意 是對我們大有益處的 但是呢 當我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邊 這邊告訴我們說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你看到有一些人 他說天天在數錢 那麼你看他的 臉就像錢一樣越來越圓 因為那是數鈔票的臉 如果有一些人呢 他天天的在那邊看色情的 那麼你看他的眼神 你看得出來嗎 對 會怎麼樣 眼睛就會 色眯眯 所以我下次我如果從這邊走 有人從我旁邊趕快閃掉 我大概知道是什麼原因了 所以呢下次遇到我的時候呢 要歡歡喜喜的 帶著純權善良的彼此來問候 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要逃避神 我們不要逃避神 我們就活在神的 純權善良可喜悅的旨意 所以我們經常要做的 就是一件事情 把自己降服 並且求神說 主啊你來更新我的心思意念 第一個 怎麼樣可以明白神的 神的旨意呢 我們要降服我們自己 敬拜神 第二個 我們要更新我們的心意 我們要相信這位神 祂是 美善的神 祂是那個等候我們 愛我們 即使我們污秽肮脏 像那個小兒子一樣 但是神仍然在預備 在我們污秤污秽的時候 擁抱我們 使我們可以成為聖結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要完全聖結 我才來面對我的阿爸父神 就是因為你不聖結 你沒辦法成為純權 沒有辦法成為聖結 所以我們才需要 回到阿爸父的面前 讓祂屬我們成為聖結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懂嗎 好 來 好 那我 這個叫做讓爸爸 開心的 音樂會 那 確實上一次我在 8月初的時候 805也辦了一次的 讓爸爸開心的 音樂會 當時是這樣 當時其實我並沒有 沒有想要辦 因為那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我並沒有想要辦 但是呢 當時我們的 內湖的領袖 來邀請我辦的時候 我說不要 我的同工也說不要 只是 我們說 我們是一群尋求神的人 我們說我們來尋求神 一尋求的時候 主告訴我一件事情 說孩子 不是為了責任 而是為了滿足我的心 你願意為了滿足我的心 多走一里路嗎 請問 爸爸說了要不要聽 雖然很難 因為我們過去呢 每次辦大活動 就辦大活動 那個快要浩劫了這樣 但是爸爸說了 我們說好 我們願意為你多走一里路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 在很短的時間 就辦了這個 讓爸爸 開心的音樂會 在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痛苦 但是我們心裡 只有一個意念 說阿爸 無論多痛苦 但是我們的心 就是要讓你怎麼樣 開心 我們就是要讓天上的爸爸 能夠很開心 所以那個 剛好又在 父親節之前 所以我們辦這個活動 也是一個祭壇 因為在大湖公園 曾經有 流無故人的血的罪 因為在那個大湖公園 神指定在那裡 是因為 那個大湖公園 曾經 有一個乞丐 從萬華的乞丐 我們把他請來 當時呢 那個水壩騙不成 我們那個 當時的工程師 就把那個 一個萬華的乞丐 請來 然後給他吃喝之後 就殺了他 就是把他活埋了 活埋了之後 那個水壩 建成了 所以在那個大湖公園 有一個流無故人的血 所以 主說 要你們在這裏 天祭壇 要你們在這裏 慶祝爸爸姐 要你們在這裏 歡慶 我們就 按著神的心理 我們就去辦了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那天 很開心 讓爸爸開心 很多年輕人 在那邊唱歌 有沒有很開心 喔 讓爸爸很開心 哇 我們教會真的也可以在這個廣場 讓爸爸開心一下 好不好 這個廣場 好 因為我有經驗了 我們在這邊 讓爸爸開心一下 我們這次跟禮合辦 這個 然後我們還有 吃飯團喔 那個辦團是禮提供的 禮提供的 然後 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以 辦團跟摸彩為主 所以呢 這個策略很好用 所以呢到最後一秒鐘 人家都不敢走 因為怎麼樣 有摸彩 我們的那個 獎品是什麼 那個手機 很棒的那個什麼什麼手機 那不知道三星還是什麼的手機 所以大家為了那個 都留下來接受祝福 但是確實有很多人在那邊 領受了祝福 好 這是讓爸爸開心的音樂會 我們也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 好 第三節 我們最後用最短的時間來說 詩篇是三篇第五節 我的心啊 你為何憂悶 應當仰望神 因我還要稱讚祂 祂是我臉上的光榮 是我的神 好 其實 無論你是多棒的敬拜者 我們每一位神的兒女們 都會有心裡憂悶的時候 特別在七月我感覺到在農曆的七月 很短的 不知道為什麼 裡面就是悶悶的 不想是因為世人 世人在拜 或者是什麼關係 總之就是心裡經常的憂悶 你想 阿爸父喜歡我們憂悶嗎 神喜歡有我們憂悶嗎 在這裡神給我們一個法寶 在這裡神給我們一個法寶 世人也會憂悶 屬生的聖徒也會煩躁 也會憂悶 所以當你憂悶的時候 不要以為你自己很糟糕 我們都曾經經歷過 但是這裡有一個 應當怎麼樣 應當仰望神 因我還要稱讚祂 神是我臉上的光榮 是我們的神 所以當你憂悶的時候 我們仰望神 我們要起來讚美神 阿妹嗎 我們仰望神 我們要起來讚美神 最後我要用一首詩歌 這首詩歌也是我的生命的故事 當時 我在七八年前 往下走就是了 就是那首詩歌 當時在七八年前 當時我到中國大陸去培訓 當時在培訓的時候 我剛好搬家 所以呢 我的家裡的所有的東西 都還沒有整理好 然後但是我就去了 我就去 到中國大陸去培訓 當時我所去的 那個培訓點 它是在一個 湖邊 應該是一個湖岸邊 所以那裡有船屋 我一邊培訓 然後 那邊的主人 他們 招待 這些衛兵的方法 就是把他們放在船屋的裡面 他們都住在岸上 那半夜只有我一個人住在船屋 哇 那個船屋很 很舒服 因為 是他們裡面最好的套房 其實呢 在那個船上啊 有時候風平亮晶 但是呢有時候到半夜的時候 狂風大走 害不害怕 一個人在異地 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裡 經常是很害怕的 但是神總是拍拍我說 孩子 我在這裡 當我們的培訓快要結束 的那個主日 我說我們不要在這裡 我們呢 沿著湖岸 我們就會往山東 去到山東 會到山東的海邊 於是我們就乘著 原來是船屋的那個船 不是 原來就是乘著船 我們就開始 沿著河岸 然後就慢慢的 看到了大海 於是在那個主日 我們就一起 在大海上 就在那裡敬拜神 非常的棒 我第一次在海上 那麼寬闊的大海上面 看著藍天 看著大海 非常 喜樂的在那邊敬拜神 但是 突然之間我想起了我的家人 那個時候我沒有帶家人的照片 也沒有現在的那個 資訊網絡 可以這樣FB啊什麼 突然想起我的家人 就是 很慘的是 我突然忘了 胡牧師長的什麼樣子 你們記得他長什麼樣嗎 我記得 想不起來我的老公 長什麼樣子 我也想不起來我三個 因為已經出來了兩個多禮拜 我想不起來我的孩子長了什麼樣子 真的想不起他們的面孔 很怕耶 怎麼會連最親愛的人 他們長什麼樣子 我只記得我這些學生 然後 我就突然問說潘小玉 你台北的家在哪裡 什麼樣子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我剛搬家 我真的已經想不起來我家 我從 我到台北 部會 直到現在 我們已經搬了十多次家 到處都是家 因為我們都是租屋 有時候因為房子漏水我們搬家 有時候因為各樣的因素 我們就需要搬家 所以我不曉得 在哪裡是我的家 我想不曉得我家人是什麼樣子 那個時候神與我同在 神說孩子 我在這裡與你同在 在台灣你的家人 我個別的與他們同在 因為我是你的居所 我也是他們的居所 我是你的神 我是愛你的神 我也是那位 愛他們與他們同在的神 你自己在那個時候 我忘了我的家 我忘了我的家人 我只記得一件事情 我就是 用信心 把我所愛的都交托給神 想得很奇妙耶 就像你看到月亮 在我遠方的家人 他也一樣可以看到那個月亮 神的同在 比月亮 比太陽 比星星都還要大 當你抬頭來仰望那位神的時候 那位我們所愛的 他也同樣的照顧著 他的其他 他的子 他的百姓 儘管放心 於是在那個 我回程的飛機上 很快的我就做了這首詩歌 我們一起 當我們在聽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的神呼喚你說 孩子 無論你在哪裡 回家 並且為你的家人來祷告 神要引領他們回家 讓我們無論什麼時刻 我們只有一個渴望 活在主的面前 主啊 我要活在你面前 無論世界怎麼變 我再帮你 sundried brand new day 我要活在你的面前 活在海角或甜靈 知 Soldier 我要活在你面前 誰都不能顺動我世界 就算狂风启了 就算黑夜漫漫 我要活在祢面前 我要走海的跋山 发出赞美的歌声 恋爱如果逃漫过我身 情敌他身 我要向蓝天飞奔 奔向爱我的不舍 在祢宝泽前 怀然去水 全然的深 让我们从位置上面 散立起来 我们在祢的面前 一起来回祢 主啊 我要活在祢面前 让祂成为我们的祷告 本世界怎么变 我要活在祢面前 活在海角或前面 主啊 我要活在祢面前 谁都不能转动我视线 就算狂风启了 就算黑夜漫漫 我要活在祢面前 我要走海的跋山 发出赞美的声音来 发出赞美的歌声 祢爱如果逃漫过我身 情敌他身 我要向蓝天飞奔 奔向爱我的母神 在祢宝泽前 在祢宝泽前 怀然去水 全然的深 我要向蓝天飞奔 奔向爱我的母神 我要向蓝天飞奔 奔向爱我的母神 奔向爱我的父神 在祢宝泽前 怀然去水 全然的深 我要向蓝天飞奔 奔向爱我的父神 我要向蓝天飞奔 奔向爱我的父神 我要向蓝天飞奔 奔向爱我的父神 奔向爱我的父神 在祢宝泽前 怀然去水 全然的深 这时候我们将我们的手 按手动和胸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哦 主啊 是的啊 我们今天就是要奔向爱我的父神 无论我在生命当中的哪一个境界 无论我是在哪里被困住 主啊 但是有一条通达的道路 就是奔向祢 主啊 我们要奔向祢 主啊 我们单单的仰望祢 哦 主啊 祢是我们得胜的泉源 我们相信当我们奔向宝座 奔向祢的同在 主啊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得胜 我们可以欢然取水 谢谢主 因为祢已经把得胜困境的能力 权柄和把握放在我们的里面了 阿妈父 我们生命只有一件事情 无论在白昼 无论在黑夜 无论在困境 无论在逆境 无论在圣境 让我们活在祢的面前 因为祢时时就在我们的面前 有耶和华祢在我的右边来硬币我们 我还惧谁呢 我还怕谁呢 主啊 祢是我的山寨 主啊 祢是我的盼望 祢是我的磐石 祢是我时时可依靠的 主啊 如今我们就是在祢的面前 时时的来敬拜祢 时时的来仰望祢 还原我那颗爱祢的心 也还原我的眼光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专注 定睛 来仰望祢 主啊 我向祢求一个恩典 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 你呼召敬拜者 弟兄姐妹 若是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回应说 主啊 我愿意成为敬拜者的 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说 主 我在这里 敬拜并不是因为你很会唱歌 你有音乐的恩赐 敬拜就是说 主啊 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天天活在你的同在当中 当你的呼召和邀请的时候 我愿意为了耶稣 爱耶稣的缘故 我愿意来回应你 主啊 你看见每位 在你面前举手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求你来恢复我们 医治我们 主啊 欢愿我们那刻起初 爱你 你的心 主啊 更深爱你的心 还原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不再是为了别的 主啊 单纯的动机 就是因为爱你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 成为活祭 主啊 来讨你的喜悦 来满足阿爸父你的心 主啊 谢谢主 我相信你 愿意 我们在你面前举手 我们的歌唱和敬拜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Amen Amen